一线炎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它的发展速度之快常常让人猝不及防 从确诊到死亡竟然不足五个月的时间 这个残酷的事实让我们深感震惊 但其实一线炎的敲门声往往是一系列症状 它们在我们身体中低调存在 直到疾病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阶段 那么究竟是哪些症状呢 我们一起快来看一看 一、一线炎是什么 一线是我们身体中的一个重要器官 负责分泌消化酶和胰岛素等重要物质 然而当一线受到损伤或感染时 就会引发一线炎 最常见的原因是胆食症和酗酒 但也可能由其他因素引起 一线炎最初的症状往往比较隐匿 可能被误解为其他常见的胃肠道问题 患者可能会感到腹部不适 恶心、呕吐和腹泻 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数天 然后暂时缓解 使人们误以为问题已经解决 一线炎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急性一线炎和慢性一线炎 急性一线炎 急性一线炎是指一线短期内发生炎症反应的情况 最常见的病因是胆食症和酒精滥用 其他可能的病因包括高血脂症、感染、创伤和某些药物 急性一线炎的主要症状包括剧烈的上腹痛、恶心、呕吐、发热和腹胀 严重的急性一线炎可以导致一线坏死 浓肿形成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甚至危及生命 慢性一线炎 慢性一线炎是指一线长期存在的炎症和纤维化 最常见的病因是长期的酒精滥用和胆食症 慢性一线炎的症状可能较轻 包括腹痛、消化不良、恶心、腹胀和体重下降 随助疾病的进展 慢性一线炎可能导致一线功能不全 一线甲性囊肿和一线漏等并发症 二、一线炎的早期症状 一线炎的早期症状可能是身体在发出的警告信号 表明一线受到了炎症的影响 这些症状可以是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涉及全身的不适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一线炎早期症状 一剧烈腹痛 一线炎的典型症状是剧烈的上腹痛 可能向背部放射 这种疼痛通常是持续性的 可能会加重或缓解 二、恶心和呕吐 由于一线炎引起的消化功能障碍 患者可能会出现恶心和呕吐的症状 呕吐可能会提供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 三、消化不良和食欲减退 一线炎可能导致消化酶的分泌减少 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患者可能会感到消化不良 负胀和食欲减退 四、发热和喊战 一线炎引起的炎症反应可能导致体温升高 患者可能会出现发热和寒颤的症状 五、体重下降和乏力 由于一线炎影响了食物的消化和营养吸收 患者可能会出现体重下降和乏力的症状 六、黄胆和皮肤臊痒 在一些一线炎患者中 炎症可能导致胆管受阻 引起黄胆和皮肤臊痒的症状 三、确诊和治疗 一确诊一线炎通常需要综合使用以下方法 临床症状评估 医生会询问患者关于症状 疼痛的性质和位置 以及可能的诱因和病逝 身体检查 医生可能会进行腹部处诊和其他身体检查 以评估腹部的压痛和肿块等体征 血液检查 血液检查可以评估一线炎的水平 以及炎症标志物的水平 影像学检查 常用的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波 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 这些检查可以显示一线的结构 大小和炎症程度 有创性检查 有时需要进行内镜逆行移胆管造影 或精疲穿刺一线造影等有创性检查 以进一步评估一线的状况 二 治疗一线炎的方法 取决于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急性一线炎的治疗 住院观察 严重的急性一线炎患者 通常需要住院观察和监测 饮食控制 在急性发作期间 患者可能需要进食一段时间 然后逐渐过渡到低支饮食 疼痛管理 使用阵痛药物来缓解剧烈的腹痛 液体补充通过静脉途径 给予液体补充 以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处理并发症 对于出现并发症 如坏死 浓肿或一线假性囊肿的患者 可能需要外科手术或其他干预治疗 慢性一线炎的治疗 饮食控制患者需要遵循低支 高蛋白和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以减轻一线的负担 药物治疗 使用煤替代剂来帮助消化食物 以及控制疼痛和炎症的药物 避免诱因 停止或限制酒精摄入 避免吸烟和其他可能加重一线炎的诱因 手术干预 对于严重的慢性一线炎患者 可能需要手术干预来减轻疼痛 或改善一线的引流 四 一线炎的快速进展和严重后果 一线炎的快速进展 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和后果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线坏死 在严重的一线炎情况下 一线组织可能会发生坏死 这种情况下 一线无法正常工作 可能导致消化酶和激素的产生减少 影响消化和血糖调节功能 二 一线甲囊肿一线炎时 一线组织受损后 可能形成液体充满的囊肿 这些囊肿可能会增大并引起疼痛 也可能会感染或破裂 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三 一线漏和一线线流 在一线炎的情况下 一线管道可能会受损 导致一线酶和消化液泄漏到周围组织或腹腔中 这可能导致一线漏的形成 也增加了一线线流良性或恶性的风险 四 腹腔感染 严重的一线炎可能导致腹腔内的感染 这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腹腔感染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干预和抗生素治疗 五 预防和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预防和早期干预一线炎非常重要 以避免其快速进展和严重后果 以下是一些预防和早期干预的重要措施 一饮食控制 避免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饮食 减少饮酒和吸烟 这些因素都与一线炎的发生相关 二 控制一线炎的基础病因 对于胆食症引起的一线炎 及时处理胆食问题 避免再次发作 对于酒精性一线炎 戒酒是至关重要的 三管理慢性一线炎 对于已经患有慢性一线炎的患者 遵循医生的治疗方案和建议 控制炎症 减轻症状 并避免进一步恶化 四 及早就医 如果出现一线炎的症状 如剧烈腹痛 恶心 呕吐等 应及时就医进行诊断和治疗 早期干预可以防止炎症进一步恶化 并减少并发症的风险 一线炎的发展速度之快 是一种残酷的现实 也提醒着我们对健康问题的重视 任何看似普通的症状 都可能隐藏着严重的疾病 如果你身体出现不寻常的不是 尤其是与消化系统有关的问题 请及时就医 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 早期诊断和治疗 是预防一线炎等严重疾病发展的关键 也是保护我们健康的重要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与点点栏目